慈济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谊会简称慈篮 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建油篮球技术训练 利用基隆山工的场地作为训练的地方 培养青少年及儿童关怀社会和尊重生命等慈济推广的人文精神 希望达到寓教娱乐素得兼修的成效 慈济基隆共修处特地举办慈篮成立十周年感恩活动 我们的慈篮的slogan 爱心团结服务 团结我们这全队的人爱心 家族老的小的 一起来付出行动 来爱护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氛围 然后小孩能够在当中 在慈篮当中能够有受益 能够学习能够成长 然后今天看到他们的分享都觉得蛮感动 圣兼慈济溶冻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出席参加 加入实际所有的专业我们的培养我们的 刚才师兄讲的一个爱心团结服务的心 都已经结束下去 还有包含我们的人文教育 市长谢国良除了肯定基隆山工篮球队 卫校卫视争光的荣誉 以及慈济推广等文精神和篮球运动的努力之外 也带来基隆市政府努力推广篮球运动的好消息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大概在两三个月前 也由中华民国篮球协会 正式通过成立金融将会接放 申请SEL半职业篮球赛 第五个台湾的主场球队 这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给自己的掌声 也就是说金融会来也会有一个半职业的篮球队 我希望有一天T1 霹雳还有SBL 如果三个能够合并为一个大篮球联盟 那这个是台湾的主场最棒的好消息 慈济基隆共修处 感谢市长谢国良专程出席慈兰十周年的感恩活动 为慈兰加油打气 也强调慈兰将秉持爱心团结服务的理念 发挥运动员耐力和毅力的精神 持之以恒落实在家庭生活中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我 Liberation 我 pars新冉运动